练习大空间轨道 当它被计算出来时,轨道变得更加稳定,这表现为直觉的发展和外观的改善。人们认为,小天原象征着一天,而大宇宙轨道与精神相连,使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也就是人类一年。当大空间轨道锻炼出来的时候,一个人让它的能量更加的饱和,所有在体内转化的能量也会及时转化。 最好在与双打密切合作至少一周后继续练习。与替身连接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练习,是清洁身体的第二步。但与圣灵连接的操练是第三步。所有轨道都从小天体圈开始,然后通过更大的轨道,与双胞胎的连接,然后才通过大空间轨道。 与精神的连接。 红色或金色的球是如何离开身体的一半,现在它在我们的手中。 意念将红球或金球下智慧阴穴,挤压肛门,使气不散。 1.吸气 头部向后偏移 这样球更容易通过通道通过能量不能很好传递的前哨点。 球上升到头顶。 2.呼气 低头以延长球的轨迹,球向下移动到会音点。 我们做了十次。 第二部分练习 想象一个分身。 1.吸气 头向后仰 从会音点 我们在精神上将一个红色或金色的球送至头顶,再以一条直线到达我们双脚的脚,暂停。 2.呼气 球通过双脚到指尖,低头延伸弹道,球向下移动到我们额头的中心点,进一步直线到会音点。 我们加注肛门。 我们做了十次。 第三部分练习 我们代表圣灵。 1.吸气 头向后仰 从会音点 我们在精神上将一个红色或金色的球直线向上向上,到我们的精神之观,暂停。 2.呼气 低头伸展弹道,顺着球的前方下降到会音点,我们加注肛门。 我们练习 10 15 分钟 上一次我们把球送到手上,第四部分练习,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大空间轨道轨迹,我们的腿也包含在完整的轨迹中。 如果你做着练习,你可以通过一个幻象来做任何事情。 你需要想象一个自己的小副本,在这个副本之上,分身,在分身之上,精神,它比人大十倍。 我们将球从我们的手中送到会音点,一。吸气,头向后仰,从会音点,我们在精神上将一个红色或金色的球直线向上向上,到我们的精神之观,暂停。 2 呼气 头部向下 沿着球的前部向下移动到我们的脚,穿过它们,我们练习。 5 10 分钟 最后一次球落到手上 最后部分,将球停在我们的手臂下,我们正在等待所有能量来自我们的轨迹。 收集能量,我们在手下形成一个球,轻轻按压腹部,将球送入体内。 以连接到双胞胎的扩展宇宙轨道结束,第一次球可能不会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里面会出现一些透明的东西,被明亮的白色光晕包围,像焊接一样明亮,靠近中心的地方是白色的,靠近边缘的地方稍微暗一些。